來到大馬,怎麼可以不吃辣薩 通常吃完當地正宗的食物,都會覺得這些食物一出角就不交譜了 這間阿伊丹巴薩辣薩 哎呀,名字難讀到 你看看名字,已經夠殺氣了 它位於檳城裡面的街市檔口,非常地道,非常有市井味 你看看,一條流水線,一邊裝料,一邊煮麵 它們直接用辣沙湯,將麵煮熟 你單單看它煮食已經很爽 旁邊就有位置,自己找個位置坐下點餐 一手交貨,一手交錢,同手無欺 檳城的辣沙,跟我們平時廣澳吃的那些很大分別 你看看它的賣相,哈哈 你真的什麼都不跟我說,你只放在我面前 我真的要思考一下人生才會去吃 它們的湯底就比較像這個魚湯粉的感覺 然後再扔多扔肉醬上去 你將扔肉醬混在湯裡,更加不堪入目 你們自己在記憶中收拾相關的腦部吧 湯,喝下去跟我們平時的辣沙,都是完全兩回事 反而比較像這個魚湯粉混在冬甘宮 然後它們的粉是用奶粉,口感非常順滑 奶粉真的很好吃,一流 它的表面上是一堆香料,扔了上去 有九層塔,洋蔥,一堆辣椒 基本上你每一口都吃到九層塔 一口粉,一口九層塔 九層塔,再加上這個洋蔥 再加上這個湯,它的口感是清新到爆炸 但是完全想像不到這樣賣相的東西 我竟然可以用清新來形容它 所以我不是開玩笑 好了,到最後,我吃了些粉 但是湯,嗯... 好了,特色東西 果然不是一兩下我就能接受到的 下集見,拜拜 沒有肚子餓啊